第一學期中小學校長會議 在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 由一達少國少 楚音表演 齊開序幕 為期兩天的會議 融入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原民教育議題 針對縣內各項教育政策 進行意見以及事故交流 非常的感謝我們南投縣的各個 不管是說從國立的或私立的 還有包括從高中到國中校 我們都有邀請過來 主要也要謝謝這幾位校長 可以說是長期來對我們南投縣 教育工作的付出跟努力 尤其我們在上任之後 對於很多學校的需求 我們都給出了回應 徐縣長表示 他上任之後積極投入各項教育資源 包括代理教師 全年聘期 國中藝術類老師教學 從20學調降到18節 幼教師生比例調降到1比12等等 米平與其他縣市的差距 讓教學現場更加安定 而縣內近年來在各項推動表現突出 獲獎無數 另外值得恭賀的是 我們南投縣這次在整個教育部 所有的各個縣市的認證當中 我們獲得了學習型城市的認證 這是全國第一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殊榮 那尤其像我們南投縣現在不管是從國中國小還有到高中 在今年的全國的科展當中 每一年都是得到很好的成績 今年又纏連了全縣市的團體賽的第一名 那這些都有很好的表現 也都是老師跟校長的努力 學現場更進一步指出 南投縣是全國科技教育推動特有的縣市 近兩年全國國中小科學展覽並纏連全國第一 校長功不可沒 希望校長與縣府一起努力提升學生求學品質 打造更好的教學環境 記者曾光佑與之鄉採訪報導